什么是幸福道尼加2.0的方案 根据林口区公所表示 就是透过运用公寓大厦既有的公共空间 办理小型在地化 像是有关这个引发照顾的课程 不仅能够让长者直接下楼就能够参加活动 而且渴望大幅增加社区乐林族参加的医院 林口区公所关怀长辈鼓励公寓大厦 运用自由空间办理长者关怀活动 将社区公寓大厦变身为引发俱乐部先修班 并开办引发课程让服务进入社区 林口区公所从109年底开始 就在办理这个幸福道尼加的活动 那主要是透过补助我们区内立案的公寓大厦 那透过他们自由的空间 那办理一个引发的课程 那到现在大概有60多个社区加入 那总共大概办了500多堂的课程 历景社区主委表示透过运用公寓大厦 既有的公共空间办理小型在地化引发照顾课程 使长者下楼就能参加 尤其对一些行动不变的长者来说相当便利 也大大增加他们参加活动课程意愿 就是在自己住家的楼下的等于说 管委会的那个领域厅在提办 而且大部林口大概都是有电梯的公寓大厦的 对他们的行动来讲 不能造成很大的困难 也是很方便的 而且他们也很热衷来参加 今年我们在收集各个有参与这个计划 公寓大厦的意见之后呢 林口区公所推出了幸福道尼加2.0的计划 那希望可以简化我们的所有作业程序 那这次2.0呢 我们社区他可以不用送计划 也不用核销 那我们也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简化流程的一个方式 那让更多人可以 更多的社区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计划 幸福道尼加2.0是由公所媒介师资团开课 社区免写计划免核销 只要选择想要上的课程即可 减轻社区行政事务负担 渴望大幅增加社区参与的意愿 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 创灭